如果我们做了坏事 通常会感到内疚 道德推脱 使我们能够行为不端 却仍然感觉良好 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 不适用于自己 这种心理现象 有八种形式 为了了解它们 我们来看一下沙拉的故事 沙拉是一个在学校 被欺负的16岁女孩 当老师质问那些 欺负他的学生时 每个人都用一种 道德推脱的方式 为自己辩解 马丁第一个回应 他说 我只是想让他坚强起来 这个世界很残酷 如果他连一点戏弄都受不了 怎么能生存呢 他利用道德辩护 将自己的行为 描述为一种公共服务 埃里克说 我们只是跟他开玩笑 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欺负称为开玩笑 让他听起来 比实际情况更无害 这就是委婉标签 安娜说 其他孩子在偷东西 我们只是在玩 通过将自己的行为 与他认为 更糟糕的事情对比 他使自己的行为 显得无可厚非 安娜使用了有力比较 接下来是戴博拉 他说 这不是我的错 别人让我这么做的 他扮演受害者 声称自己 只是听从命令 这被称为 责任转移 丹尼尔纷纷不平地说 为什么只责怪我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大家都在做 通过指出其他参与者 他在最小化自己的角色 从而分散责任 塞尼尔则认为 没有问题 他在夸大其词 我们又不是会吃人的怪物 塞尼尔试图通过 贬低莎拉的感受 和忽视后果 来减少自己的内疚感 赫克托转向非人性化 他说 他是个怪胎 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 他暗示 莎拉是动物 因此不值得尊重和同情 安东尼笑着说 如果他不想被取笑 就不该表现得那么奇怪 这是他的错 你看看 他穿什么去上学 安东尼在指责莎拉 将自己的行为 仅仅描绘为一种反应 这被称为责备归因 老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分别告诉每个学生 他在课堂上 不容忍这种行为 并将八个欺负者 停课一周 还给他们布置了作业 让他们反思自己的借口 下周在课堂上 老师介绍了这八个原则 并解释了道德推托 如何导致暴力增加 和同情心减少 该理论是由著名心理学家 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 他以社会学习理论闻名 关于道德推托 他写道 大多数人都有评估 自己行为道德性的标准 然而 这些自我制裁 只有在被激活时 才会起作用 你怎么看 你有没有用过道德推托 来为不良行为辩解 你觉得 让学校的孩子们 学习这些内容 会有帮助吗 在下面的评论中 分享你的想法吧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 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